倒计十一天 早午饭后归众嗦嗦嗦洗洗地打扫着卫生 我则一遍一遍地整理买来的书 不是我们勤快 主要是紧张不能闲下来 表面上我们是在整理 但其实手机都长在了手上 每隔几分钟就会刷下手机时刻关注着网上的动态 这样心不在焉的神游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下午2点37分 精神紧张了一上午的我们正摊在沙发上休息 一个词条以极快的速度看上了热搜榜首 一一一次狂犬病患者接头咬人 我们立马垂死病中静坐起查看动态 点开之后应目眼帘的是一张照片 背景是失中心的一条商业街 一个人伤痕累累躺在血泊当中 旁边不远还有一个人以诡异的姿势弯扭着向前冲去 周围是混乱的人潮 我的脑子遇得一下闪过了我和闺蜜被撕咬的画面 丧尸来了 回过头 闺蜜也被吓得面色惨白 虽然我和他讲过被丧尸咬到死状凄惨 但真正看到这种伤口外翻的虚心场面也还是难以接受 我们只能互相安抚着 没事没事 我们在一块都还好好的 顾不得看下面的描述 我拉着闺蜜赶紧把楼梯间和天台的门都上了锁 按上了门阻气 电梯每层都需要对应的楼层卡才能上来 所以暂时先不去管它 然后又检查一遍家里的门窗和窗帘 做完这一切我们才平复了一下心情回到沙发上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已经有越来越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在网上发布了丧尸商人的视频 官方也发布了紧急公告让大家不要哄哄 不要聚集 尽快回家避免外出 等待救援 但是也有网友分享的视频里超市商场人马无患 大家都在疯狂抢购 甚至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 整个网上一片混乱 或者不是网上 是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了秩序 恐惧的气氛席卷了全世界 闺蜜迟疑的说 这么多人挤在一块 万一有人感染起不是糟了 是啊 糟了 经过一夜的混乱已发酵 丧尸还是全面爆发了 从网上发布的视频来看 中心城区的街上已经到处都是丧尸了 密密麻麻的 令人失息 我们小区里也已经有了丧尸小队在游荡 地上到处都是血和碎屑 不用望远镜 我们都能看到楼下丧尸症追赶围攻的正常人 尖叫声和嘶吼声直冲到我们那边 通过望远镜 我们看到对面的楼道里和旁边的别墅区 都有丧尸扭曲的身影 有的刚刚变异抱着脑袋在挣扎 有的在疯狂撞进门窗和墙 丧尸里甚至还有小孩和婴儿 那诡异的样子扫一眼就令人感寒 网上的留言也已经报了 到处都是求救信息 有的人说邻居感染了 一家都变成了丧尸 现在在楼梯间里游荡 刚刚楼主不小心发出声音 他们还疯狂地撞门 太可怕了救命啊 有的人平常忙于工作家里根本没有吃的 第一天就面临淡尽凉绝的困境 还有人在求助亲人感染了 但不想放弃 现在把人捆在了床上 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治或镇定 下面有人劝他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保护好自己 感染会失去理智随时可能暴起 还有人说趁现在赶紧杀了吧 为社会除害 他要有意识会宁愿自己死 最后两方人吵翻了天 楼主却再也没有了回复 官方又下发了公告 让人们注意自身安全 无药外出 等待救援 我们放弃了观察 一人抱着一个抱枕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面对末世任何话语都是苍白 只能庆幸还好最重要的人还在身边 还好我们有了冲突的准备 只希望这次我们可以好好活下去 经过两天的冲击 网络彻底攻趴了 各种能留言的软件全部瘫痪 彻底打不开了 不过我发现网络真的非常容易打焦虑 尤其是在这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下 看得越多 知道的负面信息就越多 也越容易被各种极端言论带动 陷入绝望的遗掌 好在我们已经勉强能忽略外界的混乱 拉上窗帘过好自己的生活了 其实现在还没断电断水 只要宅在家里不乱跑动 还是可以好好活下去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物资充足的家庭 早上再也不用搞起了 可以睡饱美容酱 起来后早餐就做煎蛋 牛排 火树沙拉 搭配上馒头 面包 喝的就牛奶麦片 果汁 或者晚上多煮的粥 早上我们两个吃的也不多 这些东西方便又营养 非常适合爱吃又有点懒得我们 中午想做饭了可以炖排骨 红烧肉 麻辣烫 包仔饭我们平板里下载的有一个食谱大全 准备以后慢慢尝试 不想做饭还可以吃素食 自热锅 红油面皮拌面 火鸡面等应有尽有 除了不够营养健康 简直无敌 好吃又好弄 晚饭我们则坚持熬粥养生 什么红豆会米百合莲子绿豆黑米小米玉米之类的随意搭配 养胃又健康 当然也不能胡乱搭配浪费粮食 空闲的时候就窝在沙发里听歌之剧看综艺 还一起用手柄打游戏 化仿妆 尤其是还有超多零食 这日子简直醉生梦死 我们真的有好多年都没有这么放肆的一起休闲了 晚上我们会用玉球泡个澡 贴着面膜美美的来自spa 睡不着就躺在床上谈心聊天 原地躺平后生活舒服多了 丧失我们对付不了 也没有能力去救助他人 但我们可以珍惜生意 认真对待每一天 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彻底放松下来后 我和闺蜜迷上了玩游戏 尤其是那种两人合作过关的游戏 这两天除了吃饭睡觉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地坛上一连一个手柄合作 从一开始很是生疏老实主服 到现在我们默契十足配合完美 眼看这局就要做好了 突然隐隐传来了门铃的声音 我的心跳当场就停了 一个机灵差点掰断手里的手柄 扭头看向闺蜜 她也僵了一下 然后瞬间扔下手柄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 显然她也听到了 紧接着又是两声门铃 同时还伴随着拍门的声音证明了不是我们在幻听 不过好消息是听声音敲的不是我们家的门 是隔壁 坏消息是 灶灭呀 隔壁也是我们家呀 闺蜜颤抖着说 现在丧尸已经进化到知道暗门铃了吗 我苦笑着竟然还思考一下 嗯 应该不太可能 不过试人的话应该会更可怕 我们小心翼翼的互相搀扶着走到门口 一人拿了两个防身装备 透过可试门铃发现我们对面的楼梯间门口 蹲着一个女生 看到她我瞬间就不抖了 这个女生化成灰我都认识 上辈子渣男赵正带来的那个女同学 那不用想了隔壁正敲门的绝对是渣男无疑 也只有他才可能会有我们的楼层卡 好家伙 差点把这俩人忘了 也是 三下时间距离丧尸爆发已经八天了 上辈子五天渣男就带着女同学过来投奔了 现在估计真是淡尽粮绝了 真是要命 上辈子把我们害死我们还没找他报仇呢 这辈子居然还来 而且路上居然又没被丧尸咬死 真是祸害一半年 我放下甩棍 拉住抱着防狼通路一脸警惕的闺蜜来到书房 打开楼梯间的监控画面 果然渣男正一脸沧桑的敲门啊 一边敲喊一边喊着 宝宝 宝宝我错了 我不该冷落你 宝宝 我以后定对你好 我们不分手你开门啊 闺蜜一脸复杂 这么久都没来找过我 这会儿还能记着脸来 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说话还这么会文心人 话说我真是看见他就来气 一边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一边关注着闺蜜的情绪 看他没有心软的意思 才冷静下来拉着他思考对策 好了半天 渣男终于停下来了 被靠着门坐了下来 女同学依旧躲在楼梯间门口 见他停了还冲他说道 怎么停了 继续叫啊 他们肯定在里面呢 渣男 多说了他们去国外了 他被我死心塌地的狠 听到我回心转移 不可能半天一点动静都没 只是没想到他居然换了门 本来想着到他家里应该会有点吃的 这下完了 渣男抱头 女同学继续敲 他家肯定有吃的 只是不想给你开门 你看这楼梯间还有天台的门都是繁琐的 下面还放着门阻气 人肯定在家呢 他进去后怎么收拾他们 哇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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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会有这么个要脸的人 我的棍啊 闺蜜眼圈都红了 指着屏幕气的手都在发抖 渣男 他这是拿我当大人种的 我这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他 还没等我们气完 肩膨画面里楼梯间的门突然被撞击了一阵 同时传来了丧尸的嘶吼 蹲在楼梯间门口的女同学 直接尖叫着弹了起来 然后两人抱头鼠窜 急在闺蜜家门口狂叫 啊 开门啊 快开门啊 丧尸来了 求求了宝贝快让我进去嗷屋 女生尖锐男生魂厚 同样高堂 刺激的丧尸越壮越重 这一路让我们迅速从愤怒中冷静了下来 引来丧尸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说门很坚固 但这俩二傻子一直这么大喊大叫刺激着丧尸 万一楼梯间的门被撞开 那我们以后都危险了 稍有不慎就会引来丧尸为门 事实证明越是危机时客人 越容易集中生智 灵光一闪后 得益于前几天我们玩双人游戏配合出来的默契 不用多说 一个眼神 我用力把鲜鱼罐头的盖子扎开了一个小口 闺蜜则按下了音响的开关 瞬间一股恶臭弥漫 丧尸的暴躁嘶吼声也猛然响起 闺蜜踢开门垫 重重地蹦了起来 我则拿着甩棍微微砸门 果不其然 可是门里面外的两人吓得魂飞扩散 带着震耳欲聋的叫声连滚带爬的 狂点电梯爬了进去 关掉音响等了一会儿 少了声音的刺激楼梯间里丧失撞门 也没有那么激烈了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门 冲到电梯旁按下了急停按钮 防止这俩人回过神埃再上来 等电梯显示了暂停运行后 飞快地跑回家 魏力随即关上门又反锁了起来 短短的十几秒钟 惊心动魄 我俩摊坐在地上用颤抖的手 捂住喷喷狂跳的心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哦 这下轮到我们抱头鼠窜了 天哪 真是抽出天气了 救命啊 窜到阳台 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我们才感觉活了过来 腿一软继续摊坐在地板上 事实证明 集中生智有风险 灵光一闪不仔细考虑 更是大大的风险 早知道那两人这么不惊吓 我们何必开那个殖民罐头 听到我悔恨的发言 闺蜜垂捶着大腿道 早知道那罐头这么可怕 我会选择徒手把他俩扔下去 互相对视我们留下了悔恨的泪 不过事已至此 我们也只能互相安慰 说不定不放罐头还吓不到他们 到时候更危险 不过现在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 渣男手里还有我们的楼层卡 万一他们回过神来 发现我们在骗他 或者告诉了别人我们还是很危险 不过 应该不可能吧 闺蜜颤巍巍的说 那个味道 他可能会觉得我们已经腐化了 好像确实是 不过我们的望远镜 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一人一个趴在窗户边 观察着楼下的情况 不用费心搜寻 楼下渣男症大叫着四处逃窜 身后追着一群丧尸 其中一个还浑身挂着鲜血的 就是那个女同学 我们沉默地放下了望远镜 看到这一幕 其实心里并不会有大仇的抱的痛快 只会觉得悲哀 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的世界才能回归正常呢 经过这次事件 我们确定了这栋楼里 不过也有好消息 我们换的门真的能抵挡住丧尸的冲击 而且只要我们不发出声响丧尸 是不会平白无故来撞门的 这无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感 而且丧尸似乎对气味并不是十分敏感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对臭味不感兴趣 于是在楼梯间里 没有了丧尸的响动之后 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天台的门 猫着腰上了天台 主要是为了处理立了大功的生化武器一罐头 还要去天台的电梯房 把电梯给彻底断电 不过来都来了 我们就顺便把之前积攒的一些生活垃圾 全都拿到了天台 然后检查了一下蓄水池和净水循环系统 因为知道了门的厉害 还有丧尸的习性 所以我们的恐惧减少了很多 接下来的日子躺平的更加放肆了 只是每天都更加注意保持静音模式 在又玩了几天游戏过了游戏影后 我们开始疯狂看电影追剧了 一边追剧一边吃零食 吃累了就徒手包鸡爪 自制柠檬酸辣五骨鸡爪 充分满足我们对鸡爪的爱 不得不说五骨鸡爪真是下去败贼 根本停不下来 但是去骨也是真累 连坐了两天后我们就顶不住了 每天去骨四小时 然后一小时就炫烂了 瞎怀念有外卖的日子 放弃了五骨鸡爪后 我们开始做骨胃当下具零食 这个就方便多了 并且鸡的软烂 脱骨也不在话下 如提鸭掌鸡爪鸭吃鸭脖通通开鸡 还把我们之前买的新鲜蔬菜 在坏之前通通鸡了 做成了我们最爱的荤素搭配 鸡好也方便存放 吃素食时还可以加进去更丰富美味 就这样我们渐渐适应了末日生活 对了 丧尸爆发十几天后 电和水流血都停了 手机也没了信号 这意味着情况并没有变好 反而在进一步恶化 停电后为了能持续生存 太阳能电板的电 我们主要用来维持冰箱的运转 平常的休闲娱乐 就靠踩运动单车发电 这也成功的帮助我们戒掉了游戏雨 毕竟踩单车太累了 停电也帮我们规律的作息 因为每次开灯 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拉好智光窗帘 很容易就早睡了 瞎 这谁听了不说一句感想 不过也有意外之喜 减少了熬夜加超级充足的睡眠 还有勤奋的涂抹肤 使我们的皮肤变得格外细嫩光滑 这一发现也挺令人开心的 停水就一言难尽了 虽然我们暂时不缺水 但也要节约用水 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意的洗澡洗东西了 而且下水道的声音 在这种寂静的生活里 就会显得特别明显 一开始我们就注意着 减少了倒水冲水的次数 到停水后 我们就不用下水道了 还好有天台 还好天台不够大 我们每隔两天会轮流 把生活垃圾还有废水弄到天台上 当然会很注意不会让水流下去 虾 生活不易 不过相比起来 我们过得已经很不错了 自从停电停水后 我们已经看到过小区很多人出门律食 不过很少有人能回来 有些人就在里见的 还有些就留在了小区楼下游道 不管怎样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 距离丧失爆发已经接近四个月了 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中间我们放飞了两次无人机 发现外面依旧丧失垫步 一片荒凉可怖 没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第二次放飞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男的 发现了我们的无人机 并且一直盯着无人机看 由于操作不熟 加上紧张我们损失了一架无人机 掉落在地上 瞬间被丧失踩碎 这让我们出了一身冷汗 同时也更加警醒 不能掉以轻心被人发现 我们只能祈祷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能挺过这场危难 慢慢的冬天还是到了 这也意味着 幸存的人们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今年的冬天也仿佛格外寒冷 不知是天气却有异常 还是因为不能开空调 也能暖气 加上现在外面的世界 令人心中发寒 这天气简直冷到了骨子里 立冬在天下的暴雪 我们半夜被冻醒后 瑟瑟发抖的连夜 铺上了电热毯 换上了十斤重的后面被 铺两张盖两张 从此在床上安了家 能不下床就绝对不下床 除了吃饭的时候 到了冬天 我们平时常做的五骨鸡掌 有味凉菜 还有各种炒菜米饭 就瞬间不香了 主要是凉 后新凉 这个时候闺蜜买的火锅和卡士卢 就派上大运厂 一半清汤一半麻辣 边吃边煮吃完身上热乎乎的 不想吃辣的时候 我们还尝试了涮羊肉 锅底直接用矿泉水 加一些葱姜 把冻的羊肉用切片机切片 调好麻酱 锅开就一直涮羊肉 汤底越涮越鲜 味道简直绝了 鲜美滋补 暖身又暖心 我们发誓 等世界恢复正常之后 一定要去吃一次正宗的铜锅涮羊肉 新鲜的那种肯定更好吃 接连几场大雪下过 我们发现外面的丧尸 似乎不怎么耐寒 像是被冻僵了一样 经常移动不动 像雕塑一样立在雪中 而且还发现了小区里 除了我们还有其他幸存的人家 比如别墅区就有好几家的 青年人趁着丧尸 行众迟缓接半开车外出 拉了整整一车的物资回来 对面的楼房里 也有两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子 互相配合着 把他们楼里的丧尸 引到了外面雪地 然后成功地甩掉了一群 丧尸的僵硬的追赶安全返回 关上了楼下的大门 甚至还有一个团队 三男两女 身手都很不错的样子 他们每次出门回来 都会在小区正中央的粮亭里 放上一些物资 而且真的会有不同的人去拿 所以后来我们也趁着夜色 放飞了无人机 一次次往返送下去了一些压缩饼干 方便面和药品 我们不禁期盼 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新年第一天 熬夜手碎的我们还在鼓叫 突然被一阵飞机轰银的声音吵醒了 震惊过后 我们飞扑到窗边看向天空 不禁热泪盈眶 飞机上映着的是国旗 短短半个月内 城市就陆续恢复了供水供电 修复了网络信号基站 丧尸被军队地毯式的搜寻 全部带走急东隔离 幸存的人也都获得了救助 很多人跪在雪地里发泄式的嚎啕大哭 里面既有感激 又充满了悲伤 我们 获救了 获救后 幸存的人都要进行身体检测 以确保没有携带丧失病毒 我和闺蜜也去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当场就出来了 闺蜜结束后就先出门等我 轮到我时却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后面的实验室里 被带走的路上 我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猜测 我一直有一个秘密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一年前闺蜜的父母在街边捡到婚礼的我 那时我约落15岁 可是在我原来的那个世界 我已经活了25年 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工作了两年 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可有一天我独自留爬山的时候遭遇了地震 等我再次醒来 就变成了15岁的样子 而且 虽然语言文字相同 但这里世界的布局和历史文化 都和我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 那时的我很是惶恐 为了保护自己只能说自己失忆了 还好闺蜜一家一直对我帮助难多 又凭借多生活了10年的经验 我慢慢在这个世界占我的脚跟 这个事情一直深深的埋在我心里 直到丧尸爆发后 我和闺蜜宅在家里 我才告诉了她 好在 她没有责怪我的隐瞒 反而说心疼我独自承受了这么多 我们约定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就是彼此的亲人 最亲最亲的家人 我拜托工作人员去和我闺蜜说一声 让她先回家 不要一直在外面等我 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了会客室 等了不知多久来了几位头发花白 有点憔悴 但眼神却很明亮的老教授 还有几位他们的助手 我一边跟着他们来到实验室 接受更详细的身体检查 一边在他们的口中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当然也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们 原来 在宇宙中存在很多平行世界 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学家们逐渐摸索到了 时空传送技术 但由于技术并不稳定 所以实验过程中 很容易就会发生爆炸 印象中的那场 把我带到这个世界里的地震 应该就是我们那个世界 附近的时空实验室 爆炸扭曲了时空 把我传送到了 十年前的另外一个世界 也就是这里 也正是那场爆炸 打通了两个世界的交流渠道 后来随着两个世界 不断的互相交流 学习时空技术也更加成熟 他们先是试着互相 传送了一些物品 后来是动物 但是由于世界不同 所以生物的基因 和所携带的病毒 是已经区别的 穿越的意识 空会产生很多不可控的变异 所以两个世界商议 同时终止了传送实验 只继续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学习 但是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在科学技术并不成熟的情况下 私自进行了这项实验 并且他们传送的对象 变成了人 有的人传送过来变异一样 可有的人却不知为何 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丧尸 并拥有很强的感染能力 普通人被划伤 就会被感染变异 由于两个世界人的基因不同 而丧尸又是一部 原来那个世界人的基因而存在 所以找到一世界的人 成为了治疗丧尸的重重之重 老教授告诉我不必害怕 并不会伤害到我的身体 只是我需要在实验室 住上一段时间 协助研究 我同意了 只是要求能和闺蜜联系一下 防止她担心 老教授爽快的硬了 笑着让助手带我到了隔离室 窝里窗口外 闺蜜正一脸焦急的等着 旁边站了一个穿着制服 年轻帅气的工作人员 看着闺蜜语气颜誉的对我说 你俩可真是感情深厚 都说了没事只是配合研究 她还是吓得不轻 非要来找你 拦都拦不住 闺蜜恼羞成怒的瞪了她一眼 不愤的哼了一声 我不禁感觉眼眶有些失论 在和闺蜜解释后 我拜托工作人员这段时间 多帮我照顾下闺蜜 后续嘛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来到了实验室 对比我的基因和丧尸的基因 日夜努力 终于成功研制出了 使丧尸恢复正常的疫苗 世界也慢慢回到了正轨 对于我重生回到丧尸爆发的十天前 那位慈祥的老科学家 也给我一些解释 大概就是我在穿越时空的时候 身体也产生了一些变异 不过是作用于我个体的 可能是被丧尸撕咬后 和丧尸基因又产生了反应 所以才导致我穿越时空 回到了丧尸爆发前 不过具体情况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 还无法完全解释 他们还要继续进行研究 我也通过时空传信 给身在一世纪的家人 报了平安 虽然没办法回家 但老教授承诺 等未来科技更发达 时空传送更加稳定的时候 一定送我常回家看看 一切结束后 闺蜜早早买好了机票等我 现代生活终于回归了正常 我们准备去环游世界 品尝各地美食了